中科技 今天在冰棟的高範 記得來試一下火鍋 我看見應該是這個鄉親火鍋 或者是粉紅火鍋 現在中科技有拿冠軍 做過來的火鍋量散 另外也要來扶持這個 再來無人機的國家隊 交給民間的沖上 有打造五款 運用最多的無人機 真的看到了啦 打完了去了 哇 火鍋先空 在這幾個秒鐘的時間 就消失在那群裡面 中科技在在冰棟九層基地 進行火鍋戰術出瓶 但出汽車的是可以做 關頭打擊的鄉親火鍋 這才是真心比的 粉紅火鍋 有比像中科技就在附近在等 比電影裡面的快很多 因為電影會用慢動作放 這就一瞬間 中國滾風一定有威嚇 國防部設施法部 政策到五隻中國軍機 和四隻中國軍藍 妖然台灣 國軍要趕緊提升戰略 準備各種的國山火鍋 中科因爲集結到 省山山山山山領交開 今年火鍋的山領有到八百列 安生今年到明年 可以達到山領的高峰 達成年山領一千顆目標 細節的包含它涉及的彈種 它的目的等等 這些同樣是因為它牽涉到一些軍事機密的 這個部分 那麼在記者會裡面就不會做詳細的說明 無人機在六四和歐欽然戰爭是真有幫助 總統蔡英文選擇 中科因做政策 他過的技術專誼 牽涉再來 無人機的産業 還給民間手上 搭造五款軍用整個無人機 光行機暗算在七月底會出來 不過 禮後科機去用說 去年國興演會的時候 使用 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引起政議 我給煩惱說 國興機建法 涉及中科的商業人 國興需要的軍用整個無人機有三千隻 民間也沒辦法入機到會咧 中科因表示 國興機建法是順利 每年都會進行挑戰 記者總好過得